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厲害的卡片 叫做星光環宇現金回饋卡 它居然有最高16%回饋 哇這真的是了不得喔 因為很難得可以看到就是信用卡的這個銀行 他們推出這種combo再combo的活動 居然可以來到最高16% 那我最近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這次真的是下來了就是吃手手了 為什麼因為很難得 因為大部分之前在講說什麼行動支付6%8%幾%幾%好像很厲害 但是沒有想到星光銀行的環宇現金回饋卡居然可以來到這麼高 所以這張卡片如此厲害 怎麼能夠不介紹給大家認識呢 所以今天才決定要就是做這一期的專題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來事不宜遲趕快來看一下 星光環宇現金回饋卡最高16% 嚇死人了 不知道你已經辦這張卡片了嗎 沒有的話呢 今天看完這期節目立馬入手好不好 來往下看本支影片的重點 第一個是先介紹星光環宇現金回饋信用卡 第二的話呢 它有兩個combo很不錯 第一個是台灣配有5% 第二個是用配買單想8% 這兩個活動加起來真的很驚人 好第三的話呢 我要算給你看 就是16%的combo計算給你看 那我們還有個第四單元 最後看到最後你才會知道是什麼 好我有加碼進去 好來第一個星光環宇現金回饋卡的介紹 那它的卡片基本權益我覺得並不困難 一般的小資主大概年收20到30萬就可以申辦這張卡片了 好那它的首年是免年費的 第二年的部分的話呢 要前一年有刷2萬才能夠就是減免年費 那如果你真的刷不到的話也沒關係 那就代表說你真的不常用那就可以減掉了 好所以你不用擔心這個年費的問題 只要有出年費打電話進去跟銀行談都是很好講的 好因為他們需要客戶 你們需要權益 好就是大家互相這樣子 好那這張卡片的話呢 好基本的話呢 是國內有一%回饋 看畫面上這就知道了 好一%的回饋點數無上限 第二的話呢 是3%含海外的這個消費加上網購的部分是3%也是一樣 就是點數 應該現金點數回饋無上限 所以這都是無上限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卡片額外加碼的部分 就是行動支付或是網購數位的部分呢 它有額外的3% 那這些行動支付或是網購 其實你基本上想得到的這些配啊 然後這些平台其實都有 那你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點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下面有官網喔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每期最高500 所以這樣往回推的話 大概一個月可以刷到 應該是16666吧 好就還蠻多的 我個人覺得你每個月如果主力都用這張卡片刷 其實可以拿到不少 最後的話呢就是買Famipay Famipay的話它有10%回饋 這個是我們最近在整理這個所謂的燃料費的這個 繳費這個神攻略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講到說 其實有很多銀行有針對這個所謂的超商的支付 有說額外的幾趴又幾趴的加碼 像玉山Uber卡 它其實在針對這個 Mapipay它每一季都有給額外的就是100元的加碼 那8趴的上限就是往回推就可以刷1250元嘛 那這張卡片的話是門檻比較低 只要刷1000元就可以拿到100元 所以你都可以拿這個你生活當中的一些繳費單 可以去代收去超商做繳費的部分 這張卡片每個月都有這個所謂的100元的額度讓你使用 那玉山Uber卡是每一季只有一百 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還是非常有這個所謂的競爭力 如果你家裡面有很多那種大樓管理費啊 然後有一點無為無為的支出 都想要賺一點好康的話 這張卡片的確是很推薦 那你可能會問寶可夢有問題就是 那有MGEN嗎? 沒有 新光銀行不走MGEN 所以它的活動呢 基本上就是官網直接申請就有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保證將來會不會有 如果將來有的話我一定會辦活動 但是現在的話呢 就是有優惠你想用你就去辦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MGEN基本上只是我們會把一些賺到的回饋 再回饋給你們 但是呢 這完全不會影響到你們使用卡片的權益 所以要不要跟團 我覺得這是其次 重點是好的卡片就應該要辦下來使用 好提供大家參考 第二個 今天要來講的是 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加碼 這邊有講到 如果你是這個新光的新戶來申請的部分的話呢 你會有拿到這個所謂的額外的好康 也算是第二項權益啦 新戶的話呢 你如果申辦這張卡片 那麼你的行動支付消費呢 可以到最高6%回饋 那每戶最高500點 它這個規則很簡單就是 卡片合卡的30天內 它給你額外加碼500 那這個怎麼取得呢 就是往回推 它這些新戶的行動支付加碼3% 每戶最高500點 所以往回推也是刷大概16666元左右 就會封頂了 所以你如果要辦這張卡片的話 這張卡片一下來的第一個月 就一定要把它當作是你的主力卡再刷 你才有可能就是可以拿好拿來買 不然你就會浪費這個權益了 除此之外呢 新戶也是有一些新戶裡啦 那它新戶裡的門檻又更低了 只要刷2500就可以拿到好理6顯1 好這個部分的話呢 不是在信用卡申請的時候選擇 而是在你已經完成了2500的刷卡消費的時候呢 再到官網去做登錄就好了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還是以 比如說這個刷卡金最簡單 好刷卡金就是300塊嘛 好所以你這樣子你看一看 前面可以拿到500 然後這邊可以拿到300 最高新戶裡就是可以拿到800塊了 3加5就是8嘛 所以我覺得 新旺銀行也算是蠻有誠意啦 我以前都一直在等說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拿到一些高於500塊的新戶手抓領 但這個可能就是我的選擇 因為這個的確在下半年還是很不錯 之前一直都沒有花時間介紹 但是現在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好大家可以入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它有一個combo季的部分 先介紹大家兩個活動 最後再教大家16%怎麼來的 第一個活動是台灣配的5%活動 第二個活動是用配買單想8% 這兩個活動都非常的有誠意 怎麼說呢來看一下 這個台灣配的活動呢 你可以看一下畫面 想要知道更多的可以掃碼 或是下面都有連結可以點擊 它這邊寫到說 台灣行動支付APP 綁新光卡消費想5% 活動從3月1號開始到12月31號 好所以 總共大概有9個月 非常的有誠意 那再來的話呢 只要使用台灣配它就直接送你1%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它有分兩個 一個是感應跟掃碼 像感應的話 就是要NSFC的功能有開啟的 Android的手機就可以使用 那像我們IOS的部分 就是只有這個所謂的掃碼啦 也是比較麻煩一點 跟悠遊富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被開放這個所謂的NFC感應 那第二個活動的話呢 是新光卡自己額外加碼4% 所以活動期間使用台灣行動支付APP 綁定新光銀行信用卡進行消費 含感應跟掃碼 那麼給你加碼4% 所以它的每一個實體卡的每月回饋上限為300 所以這部分你可以自己再去算一下說 大概是要刷多少 然後可以拿到300的樣子 就是稍微回推一下就有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是我個人覺得也是很不錯的活動 這部分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下一個活動就是很令人吃驚的 就是11大品牌呢 給8%回歸 這分明就是打 就是跟那個所謂的 永豐必備卡打對台嘛 永豐必備卡最高給你收8% 然後這個就直接給你8%了 他們厲害 所以就是各家銀行如果開始有競爭的話 我們就有油水可以撈啦 有興趣的話可以掃這個碼 旁邊的這個QR控碼我都問你準備好了 掃碼可以直接連到官網去看 那這11大指定行動支付呢 有哪些 Apple Pay Google Pay WinePay 接口支付 拍錢包 台灣Pay 歐富堡 富Panda 台灣大車隊APP Uber Uber UberEats 然後這些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常搭Uber 或是吃UberEats的話 富Panda 那麼其實這兩卡片可以辦下來使用 它每個月的上限大概是200 8%上限的200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刷個2500啦 就到了 這好像是我們預算UberEats之前的 15820的8%超商 上限200 所以這個數字 基本上應該大家都超來超去啦 所以對於銀行來講的話 他們可以支付的上限每個月 就是每一個人多200 但是呢 不無效補 所以喜歡的話呢 這個卡片一定要辦下來使用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往下看喔 這個16%怎麼算呢 算給你看 這個 因為大家一定覺得說 欸 寶可夢是不是在騙人 當然沒有啊 這個真的是可以算到的 一個一個來算給你看 國內1% 這樣是1 數位2% 這樣加起來不是3%了嗎 好 那台灣配給5%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8%了 好 11配這個活動再給8% 所以加起來就是16% 欸真的是很厲害欸 但是 有一個限制啊 就是說因為它很多都是跟台灣配綁在一起喔 所以如果台灣配的通路不是你平常去做消費的通路 那麼你的確是沒有辦法拿到這麼高的回饋 但是如果你把台灣配的5%拿掉的話呢 其實你自己看 11配加國內加數位這樣至少也有11% 這11%呢 它這個回饋數字雖然說比較低一點了 但是呢 你比如說綁在哪一配或是幾口 欸其實也符合資格喔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也是蠻有競爭力的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喔 我要來做一個比較 這個 好在比較之前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16%的回饋幾句表格好了 好 這個16%的幾句表格這怎麼看呢 因為 它的活動是很多很多的疊加上去的 所以 它在這個指定的刷卡金額以內的話 它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饋 但是你們可能不太知道說 這個COMBO下來到底刷多少 可以拿到多少 舉例 以這個台灣配來講的話呢 如果你是綁這個新萬華以現金回饋卡 那麼 每個月刷卡2500塊以內的話 你的回饋率都是16% 也就是最高可以拿到400元刷卡金 好 那 再往上多刷一點 來到2501到7500這個幾句 就多5000塊的幾句 那你的這5000塊大概是回饋率只降到8% 因為那個11%活動已經 8%活動加碼活動的回饋已經 額度已經滿了嘛 它就不會再給你了 好 這8%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多拿400 好 那你7501到1萬的部分呢 只剩4% 好 這4%剩下來 乘下來大概就是再多100 好 那101到2500之間的話就是3% 好 這個都是他們有設計好的幾句 那2501以上的話呢 25001就是25001元以上 就只剩下一% 所以這樣看起來你就會發現 欸 我大概刷個2500左右 欸好像就 差不多可以拿到最高16% 好像也不錯 那你有沒有覺得24002500這個數字 非常的熟悉 這其實也跟我們張銀的 這個買樂卡的這個 7配想7%這個回饋呢 其實也是一樣的數字喔 它雖然說給你月上限固定在這個所謂的150 但是它這個7%往回推的話其實 大概就是算個2400左右 所以所有的銀行都是算得差不多差不多 要給你高回饋大概就是24002500就到頂了 好 所以你要的話呢 你就算很努力的去把這些銀行的卡片都辦下來 並且按照它的規則來進行消費 不然的話其實你也是很難拿到這麼高的回饋啦 好所以台灣配 我在早時間來介紹一下好了 因為我說真的 我都跟它不是很熟悉 然後也 因為我們iOS系統 本來台灣配就不是那麼上手那麼好用啦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一些很不錯的優惠 我也可以整理給大家看這樣子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行動之父 神卡擂台賽 噔噔 好久沒有出現的這個神卡擂台賽 現在就是拿兩張卡片來比較 一個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還與現金回饋卡 那另外一張的話就是永鋒必備卡 因為永鋒必備卡 寶可夢只說它好厲害好神 6%到8% 但現在有一個16%的回饋 真的有這麼神嗎 我們來簡單計算一個問題就好了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一個月刷12000左右 那你用哪一張卡比較划算 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應該也算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因為平常你自己的消費可能大概就是 1萬出頭左右用在行動支付 就是你能刷能配能感應啊 能夠掃碼的地方全部都是用這種支付的話 你不用信用卡 你可以拿到多少回饋 那事實上的話你可以拿到還不少 我直接上給你看 好來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先來計算我們的地主 地主就是我們現在的環宇現金回饋預期卡 它有兩個主要的通路做區別 如果你全部都是用台灣賠的話 你的確可以拿到16%最高 那麼1萬用那個級距下去算算算 400加400加100再加上60 加起來剛好就是960 所以這個960這個數字就會令人非常的 就是流口水喔 就是哇真的很高 但它是級距式的啦 所以說最高16% 但是總統平均起來大概是8%左右的回饋率 1萬2的8%大概算起來就960 那如果你使用的這邊小字比較小 如果你使用的是Apple Pay Google Pay 這個台灣Pay 拍錢包 LinePay 接口 或是歐富寶的部分 你的回饋率不會到16%那麼高 就是從最高11%這樣往下算下來 那麼我稍微計算一下之後 其實你拿到的回饋率是大概 回饋金大概是560左右 所以這樣算起來的話其實就會在低一點點了 不過呢這張卡片其實如果你每個月都爽爽說到1萬2 那麼不管你是用哪一個配的話 你的回饋率其實都不差 都至少也有6到8%的水準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挑戰者 衛冕者 衛冕者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這個所謂的 永鋒必備卡 它的回饋的話呢我覺得算是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它是這些配都算進去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Fibbit Pay Garmin Pay Online Pay 接口 這些都是符合它的這個所謂的行動支付的準則裡面 那它有原本的5%基本回饋 然後是每個月刷182人裡面都可以再拿到600 這就是它的這個基本的權益的部分 但是呢它這個所謂的必備卡有三個不同的等級 一個是卡會 一個是董會 一個是超會 卡會就是卡片半了什麼事情都不做就可以拿到1% 所以5加1是6% 董會的部分就是要你要存等值台幣的這個8萬塊錢進去 你只要轉換成外幣就可以拿到加碼2% 所以5加2是7 那如果是超會的部分就是你要放20萬台幣進去 再把它轉換成外幣 好 那這個就可以再拿到3%加碼 所以就是5加3就是8 好 這樣換算下來的話你看 如果你是卡會隨便刷也是720 好 那如果你是董會的話 欸840 好 就還不錯 那超會的部分就是960 所以我覺得 欸這個 原來銀行他們都是串通好的 像新冠還以現金回饋卡 它最高就是 雖然說標榜16%很厲害 但是就是給你960 那如果你是IOS系統的話 你反而使用這個必備卡就好了 因為必備卡 然後你再放20萬來到這個所謂的超會的水準 你也是拿到960 好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但因為兩個卡片是兩個不同的品牌嘛 所以你如果要刷2萬4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去做區分 你可以賺到每一個月的回饋金 大概也可以再拿到13001400回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 是令人覺得很興奮的地方 因為其實基本上 你怎麼刷卡 怎麼消費都有8%回饋 是很不錯的 所以我 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兩張卡片都辦 因為你這個必備卡 可以如果你是IOS系統 可以綁著無腦用 很不錯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星光的這個環宇 是很適合Android系統 你辦下來 然後把它使用在這個 這個Android系統裡面的 這個台灣Pay 那麼來做感應支付 或者是燒碼支付 也可以拿到很高的回饋 那還有另外一種更進階的做法 就是說 你星光環與現金卡 是專門主公家裡面的 一般的消費支出 那如果你想要投資的話 擅用你的必備卡 因為它這個所謂的 5%行動支付架碼 跟你這個所謂的海外加碼 是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做投資 不管是買eToro 還是其他的這種 線上外匯交易平台 那麼你可以賺到的回饋 其實是更多的 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兩張很厲害的卡片 也請大家一定要就是 趕快認真的去研究一下 好嗎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的內容 對你有幫助 很喜歡的話 趕快來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每天最新的休息 才能夠就是立馬 傳送到你的電腦裡面喔 也非常歡迎大家就是 公開的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 行動支付的美妙之處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